还记得杜琪峰导演的《黑社会2》那个习惯的开头吗? 明明是讲香港现在的黑社会 另一幕却是一幅香港开不出气的渔村照片 后来了解了这段历史才明白啊 这是导演在说 从一开始香港就有了黑社会 黑社会已经是香港历史与文化中的一部分 大家好,这里是毒蛇电影 今天我继续来抽丝剥茧 你继续来一键三连 接着听闻落了 香港黑社会是怎样让香港电影染上黑色、血色 然后再起牌的 大明星大导演为什么必须拍烂片 有的电影为什么骂不得 烂片的大投资都花去了脑 这个视频解答的问题不仅属于那个时代 上一期我们讲到了50年代香港黑帮猖獗 引发了史上最严重的暴乱 令港英政府投吞不已 还没看过的小伙伴可以点击上期视频补课 但是当拒绝心大力整治黑社会的过程中发现 他们还是低估了黑帮对于香港社会的全方位渗透 爱看港片的人都了解 香港警匪片里总有一种最高的境界 叫做黑白通吃 这样的情节很多时候甚至无需编造 只需要参考历史中那些传奇大佬的八家史 比如著名的香港四大探长 女乐、严雄、韩森、兰刚 他们是警戒高官 巅峰期叱咤风云 多年以后却都沦为了通缉要犯 今年二月被押了五年的港片封在其时 终于得以过审在内地上映 这是一部在真实故事基础上改编的电影 两大营地 郭富城和梁朝伟 分别饰演雷洛和卖南宫 也就是四大探长中的吕勒和兰刚 吕勒著名的武艺探长 港片里的黑井顶流 这里不用想太多 武艺没别的意思 就是他当探长时探到的钱 当年香港的武艺和现在内娱的武艺 可不是一个量级 换算一下比李嘉诚还富 梁家辉的金钱帝国 刘德华的追龙和武艺探长雷洛传 都是以他为原型的 蓝刚无头探长 无头 其实这里是因为他喜欢讲无厘头笑话 像华强在雷洛传和蓝江传之反黑风云里 都是演过他 香港四大探长里 主这俩最为风光 吕勒还曾在看完雷洛传后 对自己被炎熊羞辱的情节表示不满 他说他之前都是跟在我身边的 吕勒的崛起非常励志 最初他只是一个到处打零工的苦力 加入警队后也是从最基层做起 直到靠上了黑帮兴义安 开始平步轻云 悲黄腾达 当上新界区总探长后 吕勒一手把警队打造成了饕餮 连消防队出警都要收钱 其他黑帮也开始在警队培养自己人 要么送小弟去警队进修 要么贿赂警察 60年代 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白道已经是吕勒说了算 黑道也得有真正的自己人 这就轮到港片中另一位黑帮顶流登场了 60年代初 潮汕仔吴熙豪来到香港加入黑帮 攻高阵处后被追杀断了一只腿 就成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伯豪 随后 博豪边上了吕勒的船 迅速坐大坐墙 在十余年间贩卖毒品超过30吨 他的帮派 就是与何胜河 辛义安 14K 并称四大黑帮的一群 1991年拍博豪时 还要专门在片头给博豪本人道歉 以免有人看了不高兴 热来灾祸 电影里那段薄豪 亲自指导警察工作的讽刺情节 正是那个年代 仅被一家亲的写照 好日子直到70年代 港独卖李浩的到来 让一切都变了天 彼时香港民众苦 贪腐久矣 民怨滔天 为平息民愤 一个大名鼎鼎的机构就此诞生 廉政公署 针对政界和警戒的反贪风暴开始了 见识无妙的屡乐 邪家人移民加拿大 躲避追捕 保护散倒了 没来得及逃跑的博豪 在廉政公署成立当年 就落网腐法 判了30年有期徒刑 91年阴肝癌去世 他领导下的黑帮一群 也随之衰落 在廉政公署的重拳出击下 黑帮不能再明目张胆地 靠着警队作为作福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此牙火 前几十年的资本积累 香港黑社会已经从原始的非法业务 渗透到许多日常的产业中 并且想方设法开始起白自己 就像狂飙里 高启强后来的生意 表面上看去都是合法的 甚至还做起了慈善企业家 期待不同 什么都是说生意 古画仔不用老 一世都是古画仔 七八十年代 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而崛起的电影产业 恰好就成了黑帮眼里的肥肉 从贩毒涉黄到拍摄制作电影 看起来是不是跨度有点大 不 其实在黑帮眼中 拍片比贩毒安全系数高多了 而且回本同样快 一部票房一千多万撒撒水了 从夏华强兄弟的永胜 到蔡子明的复义 电影制作公司的背后 多半都有黑帮色彩 从一开始的赚票房 洗钱 到后来渗入创作 利用电影洗白自身 浪漫化黑社会 提升社会形象 港片里演黑帮老大的 现实里可能真的是黑帮老大 最出名的便是这位14K 钱刷花红棍陈慧敏 他自称跌峰时期 整个尖沙嘴都是他说了算 90年代刘嘉玲遭遇网架 传言也是他出面摆平 1996年周星驰拍石神 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 小时候砍只当是句励志鸡汤 张大厚才注意到 新言是咬牙切齿说这句话的 电影里大快乐老板 用黑社会威胁评委 夺走了本该属于 斯蒂芬州的诗神之位 最后只能靠观音现实 主持正义 那现实中呢 1996年的周星驰 正经历与电影中 斯蒂芬州相似的遭遇 跌落神坛 惨遭暗害 蛇伏等待重回巅峰 但现实里没有天神相助 周星驰只有用心拍电影这一条路 来对抗大佬 向华强 1991至1993年期间 周星驰为向华强的 永生电影公司 拍了无数经典片子 一次次创造票房神话 让向华强赚的盆满 拨满 结果到头来发现 自己只是妥妥的连价打工人 不管票房几千万 始终只能拿到70万片酬 1994年 为了摆脱向华强 周星驰自立门户 成立了彩新电影公司 将一切都堵在了 开山之作《大化西游》身上 拿料大化西游身不逢时 口碑铺间 连配乐赵继品都恳求别属民 票房选亏 直接拖垮了彩新公司 心灰意冷的周星驰 考虑移民加拿大 结果一份200多页 指证他是黑帮的匿名举报 断送了他的移民路 有江湖传言 曾为有黑帮背景的永生电影公司拍片赚钱 让周星驰有口难辩 小时候的我们也不知道 给自己带来无数快乐感动的港片身上 可能流淌着黑社会的血液 我们也并不知道 荧幕里看似英雄的黑帮 在幕后到底有多不择手段 就像杜琪峰说的 我是在九龙城寨长大的小的时候 很多导演拍的都是黑帮的英雄 我永远都知道他们不是英雄 所以在杜琪峰的黑社会里 当例子当头时 所谓的道义 规矩都变成了放屁 电影结尾 全篇一时温顺一气的阿乐 终于露出了獠牙 上一秒还在和好兄弟大堤谈笑风生 下一秒就要了他的命 此时背景医院却温柔地歌颂者情意 令人毛骨悚然 香港黑帮真正的末路是九七回归的到来 一句话总结 起疯了 从社团小弟到新闻喉舌 从当地作馆到大兴集团 内地协助下扫黑行动无微不至 回归前夕 定文丰生的黑帮内部 也加速完成了起白与转型 14K的陈慧敏就表示 现在的香港黑帮不敢再闹了 2016年的电影《树大招风》 就讲述了世纪之交 香港最后的黑帮萧雄 三大贼王的落幕 叶季欢1996年重担被刑 被判41年 张子强1998年初 在内地若网被判死刑 继敏兄2003年伏法被判24年 《树大招风》 无时无刻不再点名 风向变了 无论是酒楼的名字 被吹翻的床单 还是那些在风里站不住的人 《树大招风》的最后一幕 是自命天高的三大汉匪 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合作 但其实在生命的某一天 他们三人同时同地出现了 只是当时 一个打扮了茶杯 一个在一身遗鬼 一个大发牢骚 没有意识到 彼此一直就在一条船上 历史才是背后那只 真正搬云赴云的手 杜其枫曾谈到 他为什么在2006年 要拍《黑社会》 他说自己肉眼可见 存在了上百年的香港黑社会 开始转变了 那些他自出生 便已存在的环境也改变了 如今黑社会不再像从前一样 渗透到香港的方方面面 是残存一点昔日的阴影 2013年 陈慧民阴影新身份 出席深圳某大佬婚宴 于是刚端上来 350名特警持枪冲入宴会厅 因为怀疑是黑社会 组织的升职仪式 陈慧民跟深圳警方解释 警察说 我知道你是14K的 不过请您配合检查 从关键的历史节点开始 随着黑帮一并衰落的 是曾经风光无限的香港电影 和香港演艺圈 2002年的《无间道》 成了港片的最后一个巅峰 以及回光返照 2003年更是标志性的一年 非典到来 时运不济 港心离世 港运轻腿 香港电影从业人员 从巅峰期的2万人 减少到不足5千人 4月1日 张国荣纵身一跃 只留下风华绝代的背影 12月9日曾飞跃黄河 但不做大哥很多年的柯寿梁 与上海意外失事 12月30日 患癌的梅艳芳于世长辞 成为了永远的香港的女儿 那年的香港金像奖颁奖礼 差点取消 一度想辞职的曾志伟 最后来了一番脱稿5分钟的致辞 悼念失去的好友 致敬辛勤的一物工作者 感召香港演艺圈的信心 最后一句 希望大家快点回来做客 感动全场 但这句召唤 终究没能改变潮水的流向 也是在那一年 一份重要的文件 彻底改变了香港电影圈 内地与香港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解称CEPA 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电影 可以作为内地电影进行放营 于是香港导演 带着他们满满的技能点 一路向北 香港本土 曾经一度辉煌的德宝 新议程 家河 都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管有没有黑帮背景 是不是黑帮片 都无法逃过这一波大浪逃杀 如今我们该以怎样的眼光 去回顾那段复杂癫狂的历史 以及与黑帮密不可分的 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呢 我想到去年 艾月之城导演查米恩 查自了一些 给好莱坞电影的一封情书 《巴比伦》 这片子乍一看哪里像是情书 分明是阶段 诞生初期的好莱坞 电影完全生长在一片混乱 荒淫与荒诞中 那时候的剧组如何工作 骗来一堆贫民窟的瘾君子 像赶身口一样 让他们充当战争大场面的背景板 合约 劳动法 合理酬劳 保护措施 那当然都是不存在的 群演们吃着干水一样的食物 恶劣拍摄条件下的意外死伤 是常有的事 就是在这样的狂飙中 好莱坞积累起了他的第一桶金 日片大亨夜夜声歌 在阁楼上囚禁着女童 但大家心照不宣 看着电影赚钱 黑社会也要进来掺一脚 你不知道那些动人的故事 美丽的镜头 到底是在什么混乱不堪的现实情况下诞生的 这便是电影残忍的魅力 它带我们逃离现实 同时又让我们分不清虚实 在巴比伦最后 远离电影业几十年的男主 终于有幸再回到好莱坞 如今这里已经建立起一个个崭新的摄影头 变成了标准化的工厂 和当年完全不同 属于末片时代的辉煌 早已远去 一带巨星们引入暗夜 当它走进影院 一幕亮起 此时回想起当年 这里过火癫狂的一幕幕 早已经分不清 让它泪如雨下的 究竟是戏里的故事 还是戏外的现实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很高兴大家能够喜欢上一期视频 也很感谢各位观众的点赞和评论 其实港片一直是我们想要多讲的内容 他们也承包了大部分人的童年回忆 所以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一定记得点个关注 再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继续接着了 那么就拜拜咯